前女友生活不幸 我拼尽全力帮助她甚至不惜离婚 我本以为我是她的救赎 最后却发现她把我当吸血包 我真的没从想过离婚抛弃妻子 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帮可怜的初恋一把而已 同学聚会隔壁桌两个女同学在窃窃私语 爱你知道吗 关婷和她老公正在闹离婚呢 听到关婷的名字我立马伸长了耳朵 啊 为什么 听说是因为她老公家暴 家暴关婷俏皮温柔的模样闪过我脑海 接着画面就自动切换成了 盈盈泪母关婷性格柔弱 如果遭遇家暴恐怕除了哭什么也不会 我飞快找到同学群翻出关婷的微信 直接发送了好友请求 可是对方却迟迟没有通过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我心里的煎熬越来越深 我看到微信上有个电话 犹豫了片刻还是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接通 那边传来一声惨叫 啊 求求你了 别打了 我快疼死了 是关婷的声音 紧接着一个男人粗暴的喊声也传了过来 鬼叫什么看老子不打死你 那边传来一阵乱糟糟噼里啪啦的声音 我再也按捺不住转身就跑了出去 跑到楼下我才想起来 我根本不知道关婷住在哪里 电话那头的怒骂和哭泣还在积蓄 我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失 突然电话那头的声音停了 我试着为了两声 一个细细的男孩的声音传了过来 为你是谁你能来救救我妈妈吗 他快被我爸爸打死了 是关婷的儿子 我赶忙说孩子我是你妈妈的同学 你告诉我家里地址我来救你妈妈 男孩很快把家庭地址报给了我 等我赶到时 家里已经没有了吵闹声 我用力拍门 一个男孩开的门 男孩和我儿子差不多大 但看着瘦瘦的神色也有些怯怯的 他问我是谁 我摸摸他脑袋告诉他 自己是电话里的叔叔 男孩回头喊了一声妈妈 很快关婷走了出来 他被打得走路都不稳当了 一瘸一拐的 正是炎热的夏天 他穿着一条连衣裙 脸上脖子上 胳膊上腿上到处布满了道道血痕 血迹干涸在嘴角半边脸 肿得变了心 看得我触目惊心 我快步上前扶着他 走 我们去医院 关婷看到是我眼泪当场 刷就落了下来 他摇摇头拒绝不去了丢人 我急了 他这是家暴 你都这么严重啊 咱们去验商告他 关婷神色带着七楚 和绝望那个混蛋说了 如果我敢告他 他就要杀了我全家 我一份恬意恨恨说 不用怕他这种混蛋 他人的关婷表情有些木然 被狐朋狗友叫去喝酒了 我再也忍不住打了你 他还有心情去喝酒 这个王八蛋 听说你要和他离婚 这么个人渣确实不值得留恋 关婷苦笑一声 我提离婚 不过是吓唬吓唬他罢了 他就是混账无赖 我要真敢和他离婚 他不会让我家里安宁的 我爸妈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再说这么多年 他为了困住 我根本不让我出去工作 我身无分文 怎么离婚最后 他叹口气 大概这就是我的命吧 这句话像历刃一下 戳在了我心上 多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我带着 初恋女友关婷 回家商量结婚的事 我本以为温柔漂亮的关婷 一定会得到我妈的喜欢 没想到那天关婷走后 我妈态度异常坚定地表示 不同意这门婚事 不论我如何哀求我妈都不松口 我也曾问过原因 我妈说 这个女孩说话时 眼神飘忽不定 不敢直接看人回我话时 都是顾左右而言她 从不正面答话 一看就不是个时常人 不适合你 我觉得非常荒谬 她不过是见了关婷一面 怎么就认定 她不是个真诚的人了呢 但还不等我 那我妈关心病就发了 面对着搭了两根支架的亲妈 我最终还是妥协 和关婷分了手 分手后我断断续续从 同学那里知道她一些情况 她很快结婚了 找了一个本地的拆迁户 婚后就停了工作 再后来我也在家里的安排下 和罗敏结了婚 等我儿子杜超出生的时候 我彻底没了关婷的消息 但我在心里一直牵挂着她 所以这次同学聚会 我第一个报了名 为的就是能够见关婷一面 如今得知 关婷过得竟然是这样的日子 我心里既难受又愧疚 如果我当初再坚持一下 再争取一下 如果当初和她结婚的是我 她一定不会遭受这些痛苦 关婷哭了一会 面色渐渐平静 等儿子再大一点 我没了心事 索性一了百了 我被她这下吓了一跳 她竟然有了死的想法 我结结巴巴劝她 生活总是要向前看的 你想想你父母 你儿子 我想过了我妹妹 会照顾我好父母的 至于儿子等她考上大学 就靠自己吧 听到她连死后的安排 都想好了 我又惊又怕 我上前一步抓住她的手 你别这么悲观事情 总是有办法的 我一定会帮你 她抬起头肿胀的双眼 迸发出蜥蜴 你愿意帮我 此时手机突然响起 我低头一看是老婆罗敏 我尴尬地松开关婷的手 走到一旁接了电话 罗敏性子直爽 嗓门也大 和关婷是截然不同的性格 果然电话刚一接通 罗敏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老公你们吃完没 你要是喝了酒 可别开车啊 要不要我过去接你 我压低声音告诉她 我没喝酒 正在和老同学叙旧 罗敏接着说 行吧 那你先聊着 我带小超去书店 我这才猛然想起 我今天答应了儿子 要带他去书店买书的 我歉疚地说 我今天来不及赶回去 你和儿子说一声对不起 罗敏答应着 又问我晚上要吃什么 我侧头瞥了一眼 疼得刺压咧嘴的关婷 心里一下 有些不耐烦哑啊 吃什么都随便 说完就挂了电话 然后我不由分说 拉起关婷就往门外走 走必须去医院 关婷开始有些抗拒 但她看我态度坚决 立马顺从了 看着她童年少时 一模一样的 盈盈泪目和柔弱表情 我心中一时五味沉杂 大学时 我就是被关婷的 柔弱温顺所打动 当时对她爱的死去活来 如果不是我妈以死相比我 铁定不会和她分手 那天从医院回来后 关婷犹犹豫豫地 开口留我吃饭 我看出她的为难 便推辞了 结果我刚要出门 就看到一个五大三粗 面红耳赤的男人 迎面推门进来 男人看到我 先是冷了下 而后勃然大怒气 上前一把揪住关婷的衣领 他妈的 你竟然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 说完直接对着 关婷肿胀的脸 又当头给了一巴掌 看来这就是 关婷的老公王成了 我怒火中烧 猛然上前推开她 打女人算什么男人 王成立刻转头 对着我骂骂咧咧 我做好了和她 打一场的准备 谁知她磨磨叽叽半天 却并不动手 我心里立刻有数了 这是个只敢动手 打女人的耸包男人 王成敢这么欺负关婷 也就是看准关婷家里 只有姐妹两人 和年迈的父母 而此刻看到身高体壮的我 她甚至连动手的勇气都没有 我用手指着 王成的鼻子警告她 如果再敢动关婷一下 我一定打断她的腿 没想到隔天 关婷就偷偷哭着 给我打电话 杜军你帮帮我吧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放下电话 就冲到了关婷家 这次她整个脸都肿了起来 额头一个硕大的鼓包 我拳头攥得紧紧的 恨不能马上去 把王成打一顿 关婷对着我哀哀地哭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怎么也停不下来 我掏出纸巾帝国去 关婷一把抓住我的手 杜军我要被她打死了 我问关婷到底想不要离婚 关婷告诉我 她很想离婚 但怕王成会报复 说完这话 她又用一双柔情似水的大眼睛 望着我 抽抽叶叶地说 还担心自己没本事 以后养不活儿子 我被她这充满柔情和依恋 但一眼看得心中豪情万丈 当即拍着胸铺安抚她 别怕一切交给我 我让关婷把王成上下班的时候 和路线全都告诉我 然后我去找了表弟 表弟平时帮人收账 长相凶狠气势也足 我让她在王成上下班的路上 吓唬她几回 让她不要再打老婆 必要时也可以动手赖几下 最终目的是让她早点同意 和关婷离婚 表弟一口答应 找王成麻烦时 我没有出面躲在了一旁 我看到表弟带着几个人上前 把王成的电瓶车团团围在中间 王成神色惊慌问他们要干嘛 表弟一把掐着王成脖子 对着他吼道 你小子以后给老子老实点 再让我们知道 你打老婆下次剁掉你压的爪子 王成一脸惊慌 唯唯诺诺 硬着后面连续几天 那群人天天都会在路上拦住王成 王成实在绷不住了 他对着表弟哭哭赖赖哀哀求 各位大哥我真被打老婆了 我知道错了 求各位大哥放过我吧 表弟趁机提出让他和关婷离婚 说只要他同意离婚以后 再不来找他的麻烦 没想到王成耸归耸 一听离婚竟然坚决不肯 表弟二话没说 上去就把王成痛揍了一顿 还放狠话以后 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王成本来不幸 结果表弟说到做到 此后天天跟着王成 他们不打头不打脸 只罩着肚子和后背 大腿跟这些地方下狠手 既疼得要命又没外伤 更不会致命 如此循环了一段时间 王成终于吃不消了 他回家求着关婷离了婚 这个没用的男人 甚至连儿子王浩的抚养权都没争 只是因为房子 是王成婚前分的拆迁房 和关婷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关婷离婚后 母子俩连个住处都没有 看着关婷楚楚可怜 眼泪汪汪样子 我只能硬着头皮说 让他别担心 一切有我 但我们家如明管钱 我平时工资奖金 都是全部上交给他的 手里根本没什么钱 只能问同事借了钱才勉强 帮他们娘俩租了个一居室 搬家那天我自然是去帮忙了 这次关婷非常恳切地留我吃饭 因为刚搬过来东西都还没买 关婷做了简单的葱油拌面 还没走到餐桌前 我就闻到了喷香的葱油味 和鲜甜的酱香味 待我做定关婷才开始将 面条和葱油酱油汁一起拌匀 他边拌边说 今天就简单吃一点 改天家里收拾好了 再请你过来吃顿好的 他极有耐心慢慢拌着面 让每一根面条都充分包裹上 油汁和酱汁 我最好这一口一筷子下去 满足得连连溃叹 真好吃 关婷抿着嘴笑 不过是一碗面哪里就那么好吃 我没说话 罗敏在街道工作 平时负责处理片辖区内 那些家常里短 鸡毛蒜皮的事 其实工作并不忙 但因为他是个热心肠 所以事总是格外多 经常一大早上 就有人来我们家敲门 晚上回家有时候都要十点了 平时根本顾不上照顾家里 他不擅长做菜 更没耐心取熬葱油 所以我已经很久吃葱油拌面了 看着关婷长发披肩 笑意淫淫温柔小意的样子 我心下感慨 同是女人差异可真大 罗敏从来都是简单利落的短发 他说这样方便打理 走路风风火火 说话声音嗓门极大 他说找他办事的都是老人居多 声音小了老人听不见 但我不喜欢他这个样子 很没有女人味 那天离开时已经是月半中天 关婷坚持要下楼送我 我推脱不过只能让他跟了下来 他并不与我并排 而是微微落后我想半步 以前我俩约会 他最爱这样用小手扯着我一脚 落在我身后半步一步一驱跟着我 那时我经常笑他这个样子像个小孩 而他每次都眨巴着毛嘟嘟的大眼睛 对我柔声低语 我就是要永远跟在你身后呀 想起那些过往我的心一抽一抽 虽然心疼怜惜关婷 但我从没想过离婚 我对罗敏虽然谈不上深爱 但平心而论 罗敏真的是个好老婆 他对我爸妈很孝顺 尤其和我妈关系处得像亲母女似的 别的男人烦恼的婆媳关系在我家 就从没有过 虽然他工作有点忙 但家里也收拾得井井有条 从没让我操过心 儿子他也教育得懂事礼貌 成绩优异 不管是作为妻子儿媳 还是母亲罗敏都无可挑剔 但我没真没想到 罗敏平时看着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的样子 性格居然那么决绝 他眼里完全揉不下沙子 那天家庭聚会 喝得醉醺醺的表弟 突然大着舌头问我 表哥上次那个女人 你怎么安置的 我将在当场 满桌子的亲戚 面面相去纷纷看着我 我心虚地说了句 什么女人你喝醉了 表弟摇晃着脑袋 大着舌头说没有 我没喝醉我还能喝呢 就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 关婷对叫关婷 你不是让我去逼着他老公 和他离了婚吗 表弟话音刚落 小姨一把扯着他耳朵 吼了一声 兔崽子喝多了发酒疯呢 赶紧给我回屋去 边说边把表弟 拉扯进了房间 饭桌上一片禁忌场面 顿时陷入尴尬 我觉得脸都要烧起来 罗敏朗声一笑 打破了沉默 大家别冷罩了 赶紧吃啊 菜都要冷了 其他人纷纷应声 拿起了筷子 气氛在罗敏的张罗下 总算重新活络起来 我暗自擦了擦额头的汗 心中祈祷罗敏 别把表弟的话当回事 应付完亲戚回到家 罗敏面色不改 哄着儿子先回了房间睡觉 然后他把房门一关 面色严肃地对我说 说说吧 什么情况 我支支吾吾想敷衍过去 罗敏脸一板 杜君咱俩结婚这么多年 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气 现在我给你机会 如果你不解释 那以后我也不会再 给你机会解释 我知道罗敏的脾气 叫真刻板 如果我不说 他恐怕真能当场和我离婚 我赶紧一五一十 把事情告诉了罗敏 罗敏皱着眉头 半天没说话 最后 他告诉我 已经发生的事情 但 鉴于你和关婷之前的关系 太过敏感 我觉得 你对他的帮助不能再继续 我迟疑着 可是他没有工作以后的工作 生活 罗敏打断了我 他是个思维独立的成年人 还是一位母亲 我相信这点挫折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他一定可以想办法解决 我还想说些什么 但罗敏一挥手打断了我 杜君 我不可能同意你两边有嫁 如果你选择关婷也可以 我们离婚 儿子归我 那你仅可以去帮助别人 我管不着 儿子杜超活泼可爱 我们父子关系特别轻 我怎么可能舍得他 被逼无奈 我只能答应了罗敏 再不和关婷来往 但关婷三不五时 就给我打电话 一给我打电话 就开始哭 仿佛没有我就活不下去 我每每听到他的声音 就自动带入 他温顺可怜 梨花带雨的样子 心里忍不住就缩缩的疼 没办法 我只能一次次 瞒着罗敏往关婷那里跑 帮他修打不着火的煤气灶 帮他连接断开的网络 帮他换坏掉的门锁 我就像这个家的男主人 享受着关婷的温柔依恋 也顶起这个家的男人 该做的一切 只终究瞒不住火 我做的一切 最终还是被罗敏知道了 罗敏对着我歇斯底里 咄咄逼人 冷嘲热讽 他像泼妇一样指着我骂 不要脸我完全不能理解 明明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怎么能说出那么粗俗的话 做出那么无赖的行为 而且我对他的指责 感觉气愤至极 虽然我对关婷 确实多了几分关照 但自始至终 我刻起手里 没热雷尺半步 我心里自始至终 还是对罗敏和儿子 充满了责任感的 试问 这世上又有几个男人 能如此坚守底线 罗敏如此得力不饶人 实在让我很生气 那段时间 我们夫妻天天吵架 而关婷始终都默默陪着我 她说对我没有任何要求 哪怕我选择 不再和她来往也可以 只希望我少生气 能够好好保重身体 一边是气势汹汹 一边是温顺关怀 我心里的天平 开始渐渐倾斜 但我依然没有下定 决心要离婚 母亲的身体 儿子的未来 这些都是我的牵绊 就在我犹豫迟一间 罗敏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她不再过问我的去向 也不再要我的工资 甚至不再和我说话 我松了一口气 以为她慢慢接受了现实 没想到 有一天我刚到家 罗敏直接甩了一份 离婚协议书给我 你看看吧 没问题 我们明天就把手续办了 我大吃一惊 罗敏面色疲惫 她柔柔额头 叹口气 好聚好散吧 我们最近这样频繁争吵 把儿子都吓坏了 这样的家庭环境 对儿子的成长很不利 我心沉了下去 久久不语 罗敏见我不知声 语气带着几分强硬 不管我们之间关系如何改变 你永远是儿子的爸爸 这点不会变 好聚好散是最好的选择 没必要弄得大家都难堪 这话软中带硬 让我心中一叶 我是公职 组织上对生活作风问题 是非常看重的 如果罗敏真要闹开了 对我很不利 也许不至于让我丢了工作 但前途肯定是没了 我心一横 对自己说 索性离了也好 反正我对他 本来也没什么感情 除了儿子的抚养权 我对其他财产分配 没有任何意见 但罗敏坚决要儿子的抚养权 我也不舍得放手 两个人为这个事情 僵持了很久 罗敏威胁我要起诉 我表示宁可打官司 也不肯放弃儿子 最后 是我妈出来协调的 但我没想到 我妈竟然让我放手 孩子得罗敏 我还想争 被我妈兜头就打了俩耳光 糊涂东西 你要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别说小超我不会同意给你 就是你老娘 我以后也不想见到你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 垂头丧气同意了 就这样 离婚后的我 成了妻离子散 妈不理的孤家寡人 官厅当晚 拉着我去了她的出租屋 对我寄进温柔 沮丧懊恼的我 一头扎进了她的温柔香 离婚时 为了儿子 我主动放弃了房子 官厅提出 重新租个二房一厅 她带着儿子和我一起住 这样也方便照顾我 我默认了 自从我和官厅在一起 我妈就再也没给过我好脸 后来得知 我和官厅住在了一起 我妈一个电话 把我叫了回去 我告诉你 你和那个女人住一起 我不管 但你得答应我一点 不准和她领结婚证 我问为什么 我妈说 家里老房子是你的名字 以后早晚得拆迁 为了保证我亲孙子的利益 你坚决不能和那个女人结婚 我同意了 当晚回家 我委婉和官厅 转达了我妈的意思 官厅依偎在我胸前小声说 能够再次回到你身边 我已经是很感谢上苍了 至于领不领结婚证 又有什么关系 见官厅如此通情达理 我很欣慰 考虑到她一个女人 无名无分跟着我 很是吃亏 所以我对官厅和她儿子很好 罗明很硬气 离婚后除了基本的抚养费 从不主动开口找我要钱 所以我的工资 绝大部分都花在了官厅娘俩身上 我和官厅在一起后 官厅说王浩学校教学质量跟不上 想给她儿子转学 我各种托关系 最后因为没有学区房 还是没能办成 面对我的愧疚 官厅柔身安抚我 没事 这是本来就难办 你尽心了 我是知道的 我打听过了 咱们身内的外国语学校也很不错 不用学区房也能进 就是学费贵了点 为了弥补转校没成功 我咬咬牙送王浩进了那所外国语学校 那学校一年光学费就六万块 更别提每年学校还要举行各种活动 王浩一年的开销得十万块 官厅因为没有工作经验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我也舍不得让他去干些端盘子 刷碗伺候人的活 所以他没有任何收入 没办法 我的工资只能分文不胜地花在了王浩身上 好在官厅对我真的好到无可挑剔 我每天一下班 他早早应在门口 跪在地上给我换鞋 每天的饭菜也都是按照我的口味来做 甚至在床上 对我也是极尽银河 我日子过得也算舒心 后来随着我慢慢升职 工资也渐渐提升 但官厅要钱的理由也越来越多 给王浩买保险 帮王浩买学习用的电子产品 报各种学习班 学校活动要缴费 大多时候我给钱都很痛快 但偶尔也忍不住问问钱到底干嘛了 怎么花得那么快 问过几次以后 我发现官厅换了策略 他平时再不开口要钱 而是改为每次温存过后才开口要钱 因为那个时候我基本不会拒绝他 但次数多了 我心里有些不舒坦 这简直像等价交换 他拿那什么和我换钱 我心里有些憋气 这算什么事 好好的一家人 搞得像见不得人的交易 但面对柔情似水的官婷 我又什么话也说不出 离婚头两年 我还经常去看儿子杜超 只是儿子对我很抗拒 眼神里透着对我的憎恶 让我心生不快 我以为是罗敏当孩子的面说了什么 旁敲侧击以后才知道 原来罗敏没说过什么 孩子是自己懂事了 觉得我对不起他妈妈 才不愿意搭理我 对比亲亲热热 口口声声喊我爸的王号 我觉得亲儿子有点不够同事 后来罗敏再婚了 听说对象是他同事 他们举办婚礼那天 我忍不住偷偷跑去看了 那男人身材高大 面目和善 站在台上和小超有说有笑 我看着自己的亲儿子和继父 相处得那么融洽 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在后来 孩子升入初中后 以学习紧张为由 很少出来见我 一年到头 也就只能过年时 在我妈那里能见到他 他对我不再怒目相向 而是变得极其客气 客气得仿佛 我们是陌生人一般 说不难过是假的 可是一至此 我真是毫无办法 好在王号一直养在我身边 对我非常亲热 人前人后都是爸爸 爸爸的喊 多少抚慰了我的心 我也曾偷偷跑去学校看亲儿子 但好几次都看到 小超和继父 如亲生父子一般 嘻嘻哈哈一起走着说话 我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甚至有些后悔 我心里想着 自己是不是对 关廷母子付出太多了 所以才疏忽了亲儿子 让亲儿子如今对我冷漠 可转念又一想 我已经出钱出力 养了继子这么多年 半路收手 起步两边落空 为了以后能有个儿子 可以养往 我只能硬着头皮 一条道走到黑 虽然进了外国语学校 但王号成绩一直不好 高考连个普本都没考上 我建议他复读 他却提出要去国外读书 他告诉我 他很多同学都去国外读书了 国外大学不参照高考成绩 而且学成归来也好找工作 我问他去国外要多少钱 王号拿着一张纸告诉我 XX大学一年学费是25万 我有些吃惊 25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更何况 他要去四年 那就是整整一百万 而且这一百万只是学费 加上生活费和每年的来回路费 怎么也得二百万吧 我拿着那张招生通知 皱着眉头没有说话 关婷把王号推进房里 又开始了柔情攻势 但这次金额实在太大 我没有办法答应 我确实有一笔钱 是我妈去世钱给我的 那是我爸妈存了一辈子的钱 她千叮咛万嘱咐说 这钱留着给我亲儿子杜超 以后结婚买房子用 这个钱 我没有瞒关婷 但我当时也明明白白说清楚了 这个钱和我 和他都没任何关系 以后是要给杜超的 他当时明明答应得好好的 今天却变了脸 关婷抱着我的腿 扑在我脚底下 哭个不停 那钱我们不是要 就暂时挪用一下 以后等浩浩学成回来赚了钱 我们一定会还给杜超的 这是关系到浩浩一辈子的呀 你是他爸爸 可不能不管他呀 人家杜超还有别的爸爸管 咱们浩浩哪里有别人管 王成像死了一样 浩浩和我 可都只有你了呀 浩浩是个孝顺孩子 这点你最了解不过了 以后浩浩学成回来有出息了 想服的不还是咱们俩吗 我犹豫了 关婷接着说 你想想要真实浩浩 现在就休学去打工 最多也就是的打工仔 一个月差几个钱 以后结婚买房子 不都是我们俩的拖来吗 现在让他去读书 也是为了咱们以后清省 我动摇了 王浩这些年养在我跟前 爸爸喊得也热络 现在和亲儿子的关系 已经如此生疏 如果再和继子闹翻 我以后老了可真没人管了 我得认清现实 好歹孤到一头 王浩最终还是拿着那笔钱 出国留学了 杜超童年高考 考上了上海昭明的985高校 我从亲戚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时 特别高兴 特意包了2000块的红包去看他 杜超看到我很客气 客气到疏离 他礼貌地感谢了我 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那个红包 我只能善善地站在原地 看着他和继父并肩而去的背影 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酸涩苦辣 其用心头 杜超我唯一的亲生儿子 可是现在 我们之间的关系 淡漠得比陌生人还不如 眨眼四年过去 王浩果然实打实花了200多万 但他读的学校并没非什么名牌大学 回国后找工作 也并不像想得那么容易 折腾了半天 他自己压根没找到工作 后来还是我托人 才勉强进了本地一家企业 月薪才几千块 他留学花的那200万 要存到猴年马月去 我不好意思催他还钱 关婷母子也就闭口不谈这事 好在杜超也刚毕业 离着买房结婚还早 钱可以慢慢存 王浩虽然学习不行 谈恋爱倒是一把好手 刚进公司没几个月 就回来说谈了个女朋友 要结婚 关婷听说女孩家是普通家庭 开始不同意 但女孩很厉害 直接杀上了门 指着肚子告诉我们 她怀孕了 必须马上结婚 还说女方家愿意出婚房 房子的事不用我们操心 关婷这才勉强同意 我倒是很乐意 不用南方出婚房 省了我多少麻烦 我求之不得呢 婚礼前夕 王浩特意避开关亭找到我 她说 爸爸我知道你和妈妈 一直没有领结婚证 这次我结婚 我希望你们能领结婚证 正式结为夫妻 我顾左右而言她 想搪塞过去 但王浩却一脸情真意切地说 爸爸 我希望这次我结婚 您能光明正大的坐在 主婚位上见证我的幸福 我动容了 原来王浩是一片笑心 王浩拉着我的手声音哽咽 这么多年 您对我的付出和爱 我都记在心里 在我心里 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只有您一个爸爸 只是您和妈妈没有领证 我担心会被人抓住话柄 说些闲言碎语 我被王浩这番话感动了 隔天带着关亭去领了结婚证 婚礼的前妻筹备花了不少钱 都是我出的 这钱 我出得心甘情愿 但结婚当天 王浩的亲生父亲 王成突然来了 他无视我的存在 大摇大摆 直接走到南方父亲位上坐地 王浩见状 面部改色 拉着新媳妇喊爸爸 磕头 拿红包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好像我压根不存在一样 我要面子 见不得别人的指指点点 只能一脸尴尬地 自己躲到了角落里 直到婚礼结束 一向细心体贴的关亭 也没有来找我 我郁闷地提前回了家 等婚礼结束 关亭回家 一进门就称怪 我怎么找不到人 说王浩到处找我 想和儿媳妇给我敬酒 也没找到人 我冷笑一声说 亲爹都来了 关亭靠在我身上 柔声解释 我们也没想到 王成脸皮那么厚 听说浩浩结婚 竟然自己就跑来了 你也知道 王成就是个二流子 他要是耍起横来 婚礼上大家都得难堪 孩子一辈子的事 我们不敢和他吵 只能由着他去了 我知道 这是委屈你了 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好吗 关亭虽然已经徐娘半老 但知情知趣 确实带给我不少快乐 再说 事已至此 我也只能认了 最近好事连连 王浩结婚后不久 我妈留给我的老房子 终于拆迁了 我兴高采烈去签字 拆迁半问我要钱 还是要房子时 我犹豫了一下 想到对亲儿子的亏欠 我本想要现金 直接给渡号 但关亭却拉着我的手说 肯定是要房子呀 现在房子多值钱 以后就算你有用钱的地方 咱们随时卖了 也比拿现金合算的呀 我想想有道理 便同意了拿房子 办理产证时 关亭主动提出 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虽然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 这法定继承的房子 写不写他名字都有他一半 但关亭如此体贴懂事的表现 还是让我深感欣慰 总算不枉我这么多年 对他们娘俩的好 前妻罗敏突然联系了我 她开门见山告诉我 渡号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 还顺利拿到了上海户口 现在想买房子 但上海房子太贵了 罗敏手里的钱不够首付 想到当初我妈曾和罗敏说过 留了200万给渡号 以后结婚买房子用 所以现在罗敏来找我 就是想让我把这个钱 给渡号买房子 我告诉他 钱被我挪用了 但我现在有套房子 等我把房子卖得错够200万 马上就给渡号 罗敏说希望我能紧快 我一回家就和关亭说了这个事 我催着他赶紧把房子挂牌 关亭却对我说 老渡 你别怪我多嘴啊 我听说渡号和继父关系特别好 如今他又留在上海那么远的地方 以后 要是渡号把罗敏和他继父 接去上海生活 那你以后别说指望他照顾 恐怕面都难得见到 你看咱俩也都50多了 浩浩没出息 到现在还住在赵母娘家 我们也就这么一套房子 要是卖了 难道后半辈子都租房子住吗 我一时语色 确实 渡号以后定居上海 隔着千山万水 他怎么可能有精力照顾我 我这有个头疼脑热的 最后还不是得指望王浩吗 思索了半晌 我措辞委婉地编辑了一条信息给渡号 表达了自己的难处 希望他能体谅我 渡号没有回复我 罗敏冲到家里来骂我 被渡号的继父拉走了 后来听说罗敏和渡号继父 四处借钱才凑够了首付 我这边的亲戚知道后 纷纷骂我猪油蒙了心 都和我断了联系 经此一事 我也知道 自己已经彻底没有了退路 好在 王浩和媳妇都还算孝顺 孙子出生后 两个人经得我同意 搬回了家里来住 小孙子活泼可爱 每天追在我身后喊爷爷 带给我不少快乐 这期间我几次体检 都说我有三高 尤其血糖超标严重 医生让我千万注意饮食 并开了药 但关婷说 我们都这个年纪了 不用刻意控制饮食 就按照心意来吃就行 她认为 吃得好才能心情好 心情好才能活得好 对她的说法 我十分赞同 虽然每次体检 都要被医生痛批 但我不以为然 我有关婷照顾 没什么好担心的 王浩也孝顺懂事 每天下班回来 都要陪我聊聊天 小酌几杯 眨眼间 小孙子也读了幼儿园 自从孙子读了幼儿园 而媳妇就变得焦虑不安 天天在家念叨 学区房的事情 说班里其他孩子 早就准备好了 关婷安慰儿媳说 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对口的学区不错 不用焦虑 到时候直接去读就行了 而媳妇却说 现在学区房要求很多 她还是得去打听打听政策 没想到这一下打听 还真别问出事来了 说根据现在的政策 虽然我们家有学区房 但小孙子不能入读 原因是 房子是我的名字 祖父母的房子 孙辈不能直接入读 关婷一听极了 拉着我去咨询 咨询下来 对方告诉我们说 要想保证小孙子百分百入读 要进行产权更名操作 确切说 就是把我的名字去掉 换成王浩一家三口的名字 而且 还要把王浩一家三口的户口 都牵进来 听了对方的回答 我能再当场 这操作 等于是我把房子 直接送给了王浩 这是我安身立命的资本 也是我唯一的资产 我怎么可能给王浩呢 关婷似乎也很意外 她有些不安的 一直盯着我的脸色看 我们俩回家的路上 我一言不发 但还没走两步 我发现自己脚很疼 还发麻 还一阵阵发凉 我以为自己 自己站太久脚麻了 赶紧用力多了两下 结果刚多一下 就开始头晕 头疼 眼痛 紧接着 眼前一片模糊 什么东西也看不清了 伴随着一阵心悸 心痛 我眼前一会晕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时 人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床边是闭着眼睛 正在打短的关婷 我动了一下身子 关婷立马惊醒了 她关切地问我 感觉怎么样 一阵尿意袭来 我示意关婷先扶我去厕所 她赶紧起身扶我 结果我腿刚落地 就腿一软 差点摔倒 我诧异地发现 自己的腿脚无力 连站立都成了问题 关婷赶紧叫来医生 医生告诉我 我是糖尿病 严重导致的神经病变 现在已经出现了 腿部肌肉萎缩 心悸等严重症状 我傻在当场 不过是个糖尿病 怎么就这么严重吗 医生告诉我 糖尿病是慢性全身性疾病 随着糖尿病的严重化 全身器官都会受到影响 她告诉我 以后保持良好情绪 和作息习惯 还要定期检查 注意饮食和按时吃药 关婷在一旁连连硬成 说自己一定会按照 医生的嘱咐来 好好照顾我 本来我还有几年才能退休 如今我生病这么严重 单位照顾我 提前帮我办理了病退 我虽然不是瘫痪 但也像个废人一样 样样都需要关婷照顾 虽然那阵子 关婷因为小孙子读书的事 急得嘴角都起了大炮 眉头也锁成了疙瘩 但对于照顾我 她依然是全心全意 毫无怨言 看着忙前忙后的关婷 我的心被触动了 我主动提出 把房子过户给王浩 这样也方便小孙子上学 关婷拉着我的手 泪水连连地说 她以后一定好好照顾我 房子过户以后 王浩一连几天 都兴高采烈地 给我端茶倒水 殷切照料 那天早上 关婷出去买菜 我自己在家 突然想喝水 结果水杯没拿稳 一整杯热水 全洒在了脚上 严重烫伤 让我再次入院 原以为住两天也就好了 没想到出现了感染 加上糖尿病并发症 导致我出现严重贫血 这次住了整整一个月的院 都没好 最后医生建议 只有截肢才能保命 关婷哭着 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那以后 王浩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最后干脆再没有出现过 出院那天 关婷请人帮忙 才把我抱上出租车 但我们并没有回家 车停在了一个 城中村里的平房前面 我问关婷这是什么意思 关婷告诉我 家里小孙子开始学架子鼓 特别吵 怕影响我休息 所以特意帮我租了的房子 出来住 我怒火冲天 好好休息 也该租个好点的房子 这种民房冬天冷死 夏天热死 条件也差 我怎么住 关婷脸色微变 老杜 你也要体谅我 你退休金一个月六千 光吃药就得花一半 在家租房子 难道不吃饭了吗 我被这话噎住 是啊 我的存款早就用光了 这些年 王浩留学 结婚 生孩子 样样要钱 样样都是我出钱 就连唯一的房子 我都给了他们 我现在就是个 身无分文的病老头 我哆哆嗦嗦 给王浩打电话 关婷脸色阴沉 想要阻止我 最后却是什么也没说 王浩很快来了 他嫌弃地看看这个脏乱的小屋 皱着眉头问我找他什么事 我质问他 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我养大了他 如今正是需要他照顾的时候 他却把我扔了出来 王浩对着我冷笑一声 对着我恶狠狠说 你还好意思说你养大了我 我爸妈为什么离婚 你心里没数吗 还不都是因为你挑唆的 我恨死你了 要不是你的出现 我妈和我爸 怎么可能真离婚 我怎么可能一直在学校被人嘲笑 我告诉你 结婚那天 我特意叫我亲爸来做主婚位的 你算什么东西 还真以为自己是我亲爹啊 事到如今 我也不妨对你直说 我妈当牛做马 第三下次伺候了你一辈子 也该歇歇了 你以后 就自己在这里过吧 我目瞪口呆 看着怒气冲冲的王浩 原来 在王浩心中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拯救他妈的大英雄 而是破坏他父母婚姻的第三者 可就算王浩不明白其中的是非曲折 关婷总是明白的吧 我一脸欺望地看着关婷 希望他能为我辩解几句 但关婷却只顾躲在王浩身后 抽抽叶叶 根本不看我 没办法 我只能对他说 关婷 孩子对我有误会 你不解释几句吗 关婷却只微微叹口气说 孩子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老杜 我感激你对我的帮助 但这些年 我自问也对得起你了 王浩接着说 我们也不是贪财的人 你的工资卡还给你 说完 母子俩把工资卡往我身上一扔 扬长而去 我趴在床上 扫了一眼这个简陋至极的民房 才不过六月初 这里面就犹如蒸笼一般炎热 我想怒骂 想发火 想打人 想去法院告官庭母子 最后却发现 自己根本无能为力 我连动一下都困难 哪里有能力去起诉 干啃了两天馒头以后 我实在受不了了 尝试着表哥表弟打电话 但他们都不肯接我电话 是啊 自从上次我拒绝了 给都号买房子以后 家里亲戚都说我脑子不清白 纷纷和我断了联系 万般无奈 我尝试着拨通了亲儿子 杜浩的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后 传来了罗敏的大嗓门 杜君 你想干什么 还不等我说话 我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阵阵欢呼声 我忍不住问了句 是什么声音 罗敏顿了一下才说 我警告你 不准来破坏杜浩婚礼 你要是敢出现 我就把你打出去 什么 今天竟然是杜浩结婚吗 可是 我这个亲爸怎么什么也不知道 我低头苦笑一声 是啊 我凭什么知道 我算什么亲爸 一个从没管过亲儿子的亲爸吗 罗敏又警告了我一句 最后果断挂掉了电话 我坍躺在床上 仰望着房顶 心中想 我这种人该怎么形容最贴简 自作自受 还是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也许 是自作孽不可活吧 全文完 是自作孽不可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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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作孽不可恨之处